貿易的摩擦 不可避免的 在這個框架下 台灣跟美方的未來的深化 經濟與夥犯的關係建立 或者是進化的合作 這個是必然的一個趨勢 因為它就會牽涉到美國國家的根本利益 因為自由貿易 怎麼樣能夠促進更多的經濟合作 會從過去 不管是雙邊 拜登上任之後 也會逐漸的過程成多變的對話機制 我認為 這個對台灣未來加速加入CPTTP 這個絕對會是一個正面的幫助 我也相信因為工業鏈的重組 台灣在很多既有的這些領域 譬如說 我們在半導體的產業 或者是在整個5G的硬體的供應鏈 甚至是在整個5G的所謂的乾淨網路 因為它未來不僅涉及到 包括這些虛實的軟體的應用服務裡面 這個都會牽涉到治安 所以這個部分 台灣無以在跟美方的經濟合作 或者是未來會有更多的這種 從這個月的11月20日的 環瓏經濟夥伴的對話 這個一定會把它償還化 這個是必然要走的一個趨勢 因為這個不是對台灣有利 對美方相對也有利 所以在11月20日 在美方即將舉行的這個環瓏經濟夥伴對話 它的辦法你可以注意到它 除了不管是5G或者是供應鏈衝突 它甚至擴展到虐人議題 或者是在對於基礎建設 甚至是投資保障 以及先南向國家的貿易工作 所以我相信在未來 不管是現任的川普總統 跟未來接任的拜登總統 我想對這個區域的經濟的整合說 應該會講完 所以這個讓我們台灣能夠有更多的 跟其他的那些不同的話 我們就做過機會也會成這樣 好 謝謝市長 我現在市長的這個行政經驗 有富含這個國際視野都非常肯定 剛剛特別提到就是說 20號即將要期限台美政績對話 即將針對的是台美雙方疫苗 藥物施機高階半導體製程合作 甚至在未來整個美國供應鏈裡面 台灣就是一個重要的夥伴 無論它過去我們川普政府所接觸的 台灣是在印太戰略裡面一個重要運喚 或者是拜登政府提出來 可能新的未來的願景的措施什麼 我們還不知道 台灣的立元政治跟經濟的表現 都是整個全球公盟裡面一個很重要的措施 所以我看到這個報道裡面在想說 未來這個對話裡面會針對我們台灣的半導體 通訊AI技術 還有這個綠能創新產業 健康設備產業 開發全球市場跟5G的單親網絡 這些都是未來台南聯合作 一個很重要的機會 但是呢 談到這部分 其實我更開口的事情是說 那我們高雄的機會在哪裡 我們未來交通貨業員區 有沒有辦法 跟上這個國際全球經貿戰略 跟國際供應鏈重組的角度 或者是說我們高雄 既有個傳統產業 如何升級 有什麼方向 可以跟上全世界的角度 讓台灣不會在國際市場裡面 國際事業裡面 支撐於事外 可以這個 跟上世界角度 以外的可以 那些線端技術 可以引引全球 成為台灣的獨到 是不是請市長回答 高雄的機會在哪邊 市長請打五 正確 正確 に 跟欣賞 置